大家好 中英边界呢又打起来了 而且这次是确实升级了 因为大概十天前吧 中英边界那边也产生了较为激烈的对抗 他只是肢体冲突 拿这个石块相互打了一下 就是这样又撤去了 然后呢双方举行了军级的会谈 谈完以后 据说是都各自回到各自的边界一侧 那么这两天呢 这个地方的情况又变化了 15日 两国军队呢 又是在这个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地区呢 又在这产生了激烈的对抗 那么这次对抗的级别就比较高了 这次直接死人了 那么他虽然没有开枪 但是这次又是拳头石块棍棒 这样呢 当天15号 据说是印度军方呢 打死了五个中国士兵 解放军呢 打死了三个印度士兵 然后这个消息呢 在这个印度的社交媒体上呀 广泛传播 就好像是这个足球比赛一样 印度五比三 赢了中国 对不对 那么中国这边呢 他没有去报道这个伤亡数字 那么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情况 16号呢 印度这边又发表声明 他说双方在这个对峙摩擦的这个过程中呢 双方都有死伤 印度这边呢 又有17名军人死亡 那么截止到16号呢 等于说在这一次冲突过程中 印度方面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0位了 那么中国这边到底有多少 我们还不知道 到现在为止呢 双方的这个冲突呢 已告一段落 现在我们不知道哪个消息是准确的 因为15号的时候 印度方面说死了三个人 说中国这边死了五个人 而且他们死亡的这三个人呢 都有照片 有名字 然后这个BBC这个报道呢 是说印度16号又发了 说他们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20个 这个呢 我不能判断真假啊 中方这边没有说伤亡的具体数字 所以我们还不好对照 也不好判断 他们的这个数字哪个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第一天印度死三个人 那个可能是真的 那后面有多少 那这个在这个有关政治方面啊 这个东西虚假的东西也比较多 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可以这样说吧 在这个冲突过程中 印度死三个 这个肯定是能决定的 解放军这边死五个 那是印度说的 解放军这边不知道承不承认 但是印度这边16号又加了17个人 那么他没有具体的名字 或者是这个照片 这些资料都没有出来 那么我们还不能确定就有这么多人 那么我们可以假定吧 印度反正在这个过程中 死亡人数是三到二十个之间 解放军这边我们不知道 现在呢 BBC这边呢 报道了两个最新的消息 一个是中国这边的军方发言人的 一个是印度那边发言人的 这两段呢 我给大家都说一下 北京时间周二 6月16日晚间 中国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张水利大笑 他对这个中印边防人员 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冲突 他发表了声明 声明说 6月15日晚 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 印军违背承诺 再次越过实控线 非法活动 蓄意发动挑衅攻击 引发双方激烈肢体冲突 造成人员伤亡 中方声明还说 加勒万河谷地区主权利来属我 印边防部队出尔反尔 严重违反两国有关边境问题协定协议 严重违反中印军长级会谈共事 严重损害两军关系和两国人民感情 我们要求印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为 与中国相向而行 回到对话会谈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 与此同时呢 印度这边的发言人呢 也发表了声明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印度这边怎么说的啊 与此同时 印度政府发言人 斯里瓦斯塔瓦 则在记者会上表示 印中双方6月6日经过建设性和有效性的会晤 达成了缓和局势和边境对峙降温的共识 他表示原本期待双方基层团队可以顺利执行双方协议 没想到中方做法偏离了双方就实际控制线所达成的共识 斯里瓦斯塔瓦说 2020年6月15号晚由中方士兵试图单方面改变原有实际控制线 导致暴力对峙 对峙双方均遭受了人员损伤 而这些损伤如果执行双方军队高层所达成协议 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斯里瓦斯塔补充说 印方坚信需要保持边境和平与宁静 以及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的必要性 与此同时 我们也会坚决地维护印度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那么到这呢 大家都清楚了 双方的官方呢 都发表了声明 都说是共说共有礼 婆说朋友礼 那么这个边境问题啊 它是个复杂的问题 本来中印之间这个边境呢 我估计古代的时候也是非常模糊的 因为那个地方呢 本来也是比较偏僻荒凉的 然后呢现在这个线呢 是当时英国人撤退的时候画的 画的非常的这个泛泛吧 不准确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纠纷呢 它肯定会是一个长期的 除非中印双方达成一个边境的勘定 这个问题我估计才能解决 那么现在就说 我们先不说这个道理吧 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来说 边境问题就是两种解决方法 一个就是大家谈判 确定这个线 一个就是武力把谁打到谁认为 就到这就行了 这个边境就确定了 要不然的话 世界各国建那么多军队干啥呢 所以这个问题啊 我们就不去讨论了 那么我们就说 这次中印之间 它会不会再升级这个事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 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 大家如果还记得 张太公说呀 在一年前 我认为这个的 展开一个战争的可能性 这个系数非常低 可能就是个十以下 上一期节目呢 我说这个呢 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多 现在呢 估计这个又能加百分之十 我觉得上升了百分之三十多以上 因为这个啊 从一个大形势来看 习近平现在确实是焦头烂额啊 你想想国内的那些事情 还有他高层的团队 那你像李克强 就是两会那一句话 就把他所有构建的谎言 全部给崩塌了 他说了什么构建小康社会 哎呀构建什么一带一路 什么中国梦 这些东西 让李克强那个六亿人 月收入不到一千元 全部粉碎了 而且把这个一千元呢 现在你要注意看中国的媒体啊 在不断的细化 不断的细化 就把那个北时达那个调研报告 现在在中国成了个公开的秘密 谁都知道 还有将近六百万人是零收入 对不对 还有两亿多人是 月收入在五百块钱以下 还有多少人是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调查报告 现在成了个公开的秘密了 大家这才发现 原来中国是这种情况 是上下割裂的 就是有一个沉默的群体 这个群体多少年被大家忽略了 人们才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多严重 而且现在你看看 成了国际上没有朋友 国内没有大家的信任 成了这种状况了 那么他怎么去转移矛盾 怎么让这个老百姓的信心 重回中共呢 我觉得他现在发动一个战争 也是一个可选的路子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会决定打一场 中印的局部战争 这个就是中共的一个选项了 所以我觉得到现在来看呢 这个的值呢 应该上升到三十到四十之间 你想吧 大概十年前我们做那个节目的时候 那是冲突 但是没有打死人嘛 但是这次为什么打死人呢 那肯定在这十天之间 中共这边改变策略了 就是我说话要说软 但是我做事的时候 我可做孽了 他该谈的时候谈 但是他把这些战士呢 给他们交代的时候 就是说 再冲突的时候 下死手 那么只有这样子 才能出现 双方各有死伤嘛 还有这个小道消息说呢 说是印度死了二十多个 中国死了四十多个 那么我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啊 但是我们现在能确定的是 印度死三个 这是肯定的 现在中印边境的这个情况呢 实际有一点像当年中苏边境那个 征包岛那个情况 实际当时国内也是为了转嫁矛盾 就想跟这个苏联啊 在这个边境上搞一个局部的摩擦 当时第一点就选定了 征包岛 那么为了弄这个事啊 他知道 解放军的这个身材 比苏联士兵小 那么在这个对抗中 怎么样取得胜利呢 他当时在全军挑了一批 会武术的格斗高手 立刻送到征包岛前线 那么在这个打的过程中 苏联人吃亏了 这才是开始上了坦克 开始上了什么东西 这就把战争搞升级了 那么中印边境这个冲突 是不是他想重演这个情节呢 上次江泰公不是 也在里头调喊说 中印既然集结了 那么多的现代化的部队 放在那劳命伤财 又不打 还不如一边挑一百个 最能打的战士 在那打一场最原始的战争 输阴一定 然后把边境一划 很多人很赞同江泰公这个观点 我觉得 那你与其现在这样弄 那真是还不如弄我那种方案的 那现在你看啊 从那次的肢体推扫 到这次的打死人 都是用的很原始的这种办法 就是拳头石坏棍棒的 那么后面再怎么升级 就看谁沉不住气 打抢了第一枪 那么 那个将会走向热战 因为现代武器一开啊 那死伤就不可控制了 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呢 我们再看吧 中国人也多 解放军战士的生命呢 也不怎么值钱 所以就看谁开第一枪了吧 那么我们再等着看 如果到了这种情况 才如果高层再不搞定 后面肯定还有冲突的 你就这样子印度死的人 他那边的部队肯定不愿意嘛 那边呢 那你想想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 如果再有几次大面积的伤亡 那么我想这个战争指数 可能就会超过50% 好吧 这期节目我给大家这样来通报一下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我不rän用战争指数 不 Ally 就把那个短短挤 EL tenga 白urn 但 这